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6月第一个交易日 今天就是爆出了千亿的大量 维持在千亿的水准 算是一个不错的现象 但是这个加权指数部分 上涨了47点早盘还一度往下翻黑 这个现象怎么来解读呢 跟美国股市那些的话怎么联动 好的今天是6月份的第一天 我们昨天在过端午节大概吃粽子 可能有些人会吃茄子 那昨天欧美股市其实表现也还不错啦 美国在创历史新高 欧洲部分德国也在创历史新高 台北股市今天涨47点 成交量1000亿 其实现在1000亿已经是基本门槛了 如果低于1000亿的话 那代表量是不够的 那坦白说1000亿也不够啦 1000亿也不够 今天涨47点尾盘的拉抬 当然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那目前国际的股市 其实还蛮稳的 整个国际状况其实算稳定 你看礼拜一的时候 稻穹再创历史新高 那欧洲的部分 德国也是再创历史新高 虽然说指数涨的不多 可是连续 礼拜五礼拜一 连续两天的涨 你看稻穹 稻穹工业指数 这几乎是沿着半年线 为一个多头的防线 以半年线为支撑 作为一个长期的挺进 在礼拜一的时候 昨天晚上 稻穹再创历史新高 那SMP 这个早就创历史新高了 SMP 破新高是更早 所以上个礼拜我们谈过 SMP领先创新高 代表什么 调版本美国股市的部分 其实中小型股是比较活泼的 那大型股 全资股走的比较慢 以中小型股的活泼度 带领着美国市场的气势 欧洲股市的部分 德国也是大涨 德国也是创历史新高 这个一个大抵之后 创历史新高冲 是德国部分也创历史新高 那亚洲的部分 昨天亚洲股市大部分 昨天都在过端午节 那唯一没有过端午节的日本 日本昨天大涨300点 今天又涨100多点 所以两天下来 日本也涨了400多点 所以目前全球状况 其实都还很稳定 整个国际股市的部分 美国创历史新高 德国创历史新高 日本两天涨400多点 这个在全球都是数一数二的国家 带动我们全球的一个效应 是相当大的 那台北股市 今天开盘一开就涨52点 我们上礼拜五说过嘛 上礼拜五说过嘛 上礼拜五收盘的时候 路33点嘛 我们说过那是因为 MSCI全重调整 所以在礼拜五最后一盘 法轮圈他们在大换股 所造成突然瞬间的杀低收 那我们礼拜有讲过 像这种调整权重急杀或急拉 在下一个交易日 马上他就补回来 所以今天开盘的时候 直接开高上来 这是正常的 可是开高又打回来 今天有些股票还蛮弱的 有些股票还蛮弱的 所以今天其实 加权指数的部分是算稳 因为国际股市目前很稳 所以让台北股市 有一个很稳的基础 在往上发展 可是个股的表现 却不一 有些很强 有些很弱 就如同最近 我一直跟大家谈的 选股很重要 你选对股票 纵使指数不涨 你一样是天天开心 天天过年 可是你如果选错股票 那哪怕指数涨 可能你还是要流泪 像今天铁铁板的加速 比如说2390的云层 打破我们看一下云层 今天云层也是跌停 云层最近 因为GR的关系 涨很多 一波涨上涨很多 可是云层在第一季是赔钱的 第一季赔钱 股价涨那么高 那当然 等阻力刨掉之后 那你就要小心 是不是 另外今天LED很强 可是 就是反而 LED驱动IC部分的 昂宝 4947昂宝 今天反而也是跌停 对 所以有些股票 你会觉得很奇怪 昂宝很赚钱啊 你看所有LED的公司 没有一家 像昂宝那么赚钱的 就反而 最赚钱的昂宝今天 反而是跌停 但昂宝跌停也有关系啦 是因为大股东在四股 導致于很多人跟着一起 卖出来 那今天更令人压抑的是 宏达店 2498宏达店 宏达店 今天 公司发布说 今年确定会赚钱了 而且甚至于至少 三块钱以上 那之前赔钱还会涨 结果反而正式会赚钱 反而杀到快跌停 所以有时候 利多的发布 并不代表行情一定会涨 如果之前行情已经涨在前面 当利多最后面补出 补发出来的时候 反而你要提防 怎么样 利多出境 是不是主力把人 会利用这个机会点 来做出货的动作 来到货给你 所以关盘上你要小心 尤其在现阶段指数 在九千点上方 现在已经来到九千一了 选股是很重要的 以这个礼拜来说 这礼拜绝对是利多大放送 因为国际股市 是很稳嘛 美国德国创历史新高 日本两天大涨四百多点 加上台北股市 这礼拜开始有什么消息 台北电脑展 这礼拜开始 电脑展今天开始 拉开序幕 从六月三号到六月七号 台北电脑展 正式拉开序幕 那除了电脑展以外 还有呢 每个月一号到十号 再发布愿营收 这已经六月三号了 这已经六月三号了 三四五六七 到这个礼拜 这个礼拜几乎 所有五月份的营收 几乎大多数都会出来 所以这个礼拜几乎是利多大放送 又有电脑展的利多 又有国际股市 在高档攻击的利多 当背景 同时又有月营收发布的消息 在这种利多大放送之下 反而你要小心喔 反而你要小心喔 有些股票如果 利多发布不涨 反而还逗退路 你就要更小心 懂什么 所以这个礼拜行情 其实你要会看 你要怎么看 我们刚刚讲过 台北电脑展 全球三大电脑展 从六月份的台北电脑展开始 接下来是德国的汉罗威 到年底美国的拉斯维加斯 这三大电脑展 都是全球重要的盛会 我们所称大拜拜 那每逢遇到电脑展 行情会怎么样走 你要知道 现在才刚开始而已喔 六月份的行情 今天是拉开序幕 今天第一天涨47点 那到底六月份会怎么样走 其实很多行情 它都有固定的规律性 我们的节目名称叫时间密码 我最近这15年 在技术分析领域里面 主要就是在研究时间周期 周期本身它就是一种规律 什么事情发生 遇到什么状况 它会怎么样走 它都有固定的规律性 比如说今年年底 有一个七合一的选举 这俗称选举行情 每逢遇到选举 台北股市也有它固定的行情 因为现在离时 选举时间还太早 我们等时间接近 我再来教大家选举行情怎么样走 很准哦 我印证了20年的选举行情 准确率百分之百 这个到时候再来谈 那相同的 台北电脑展 台北股市的行情 也是百分之百的 这本里面收入了最近十年 台北电脑展台北股市的走势 准确率超准 准确率百分之百 都收入在这本里面 这里面收入了十年台北股市 六月电脑展的行情 准确率百分之百 你如果看过之后 你就知道六月份行情会怎么样走 你就不会被骗了 你就不会做错掉 我们上个礼拜五是在台北 三月办讲座 告诉台北的投资朋友 六月电脑展行情怎么走 那我们这个礼拜 第二礼拜又是台幅 这个礼拜 礼拜六 我们早上在台中 下午在桃园 下午在桃园 一样 台北电脑展 对台北股市的影响 会形成什么样状况的走势 准确率也是百分之百 我邀请你来报名听 台中桃园 包含中部 比如说新竹的 也可以来听 你来学之后 我会毫不保留的 把台北电脑展的走势 完全公开给你看 当你看过之后 你就知道 每年电脑展来行情一定会怎么样走 每年六月份就是你赚钱的时机 另外除了教你电脑展的走势以外 包含 谁是可乘第二 可乘在高价股里面 他今年是业绩爆发型的 我们在130的时候 就跟大家预告300 就讲着已经290了 已经290了 但这个地方不是叫你再去追可乘 你应该去找 类似可乘还在130时候的股票 谁是可乘第二 我在演讲会场上要告诉你 今天可乘还是续长 谁是华尔科第二 华尔科是转机型 可乘是业绩爆发型 华尔科是转机型 你跟我华尔科 去年下半年的时候 从2.2 跌到今天 今天已经47.2 已经47.2 20几倍了 已经20几倍了 还有谁像华尔科一样 属于转机型 目前还在底部的 这一并在演讲会场上面 可乘第二 跟华尔科第二 我并在演讲会场上告诉你 你可以现在一边打电话 他进来报名 礼拜六早上台中 跟下午陶约的讲座 那一边报名 一边继续听我们的分析 一边继续听我们的分析 今天台北股市涨47点 其实47点里面 尾盘5分钟拉台 占比重是很高的 否则在25分钟的时候 在25分的时候 台北股市也不过才涨18点而已 最后那一盘拉台全值股 所以让指数瞬间 变成涨47点 感觉上好像涨得比较多一点 那今天如果说 以类股来说 今天谁最强 今天游戏软体最强 很多都涨停 今天游戏软体股 是全面性的涨停板 今天游戏软体股 从志冠 网融 西向 一路涨停板 一片涨停板 那其实这些股票 不是零和宴推荐的习惯 不是我的作风 为什么不是我的作风 因为业绩都很烂 除了志冠稍微好一点以外 你看网融DG 这是DG的业绩 我把它列出来给你看 网融DG还在赔钱 股价都已经到快70块了 西向DG还赚2毛钱而已 DG赚2毛股价都飙到130几块 包含华裔也是赔钱的 甚至于 Oh my god DG赔了1.7 股价竟然涨到90几 辣椒连1毛都没赚到 0.06而已 股价都123了 对 然后热身 还大亏1.5 结果股价已经147 所以这种股票不是 凌合宴推荐 习惯的标的 我习惯锁定的股票是 我只做机油股 我只做机油股 那游戏软体股今天大涨 其实似乎有 在提前酝酿 暑假的行情 就是所谓的宅经济 每年遇到寒暑假 因为学生放寒暑假 放寒暑假 每地方去就是在家里玩电玩具 玩游乐 所以游戏软体股往往在寒暑假 它会有一波 可是现在才6月刚开始而已啊 游戏软体股似乎5月份都开始动了 所以你要特别小心 因为有些人他那种观念就是 寒暑假游戏软体股有一波行情 OK 这是没有问题的 每年寒暑假都有一波 可是如果今年从5月份 就开始提早动了 等到7月份 真的放寒暑假的时候 反正你要小心 因为很多人想到 寒暑假游戏软体股有行情的时候 当你想要玩的时候 它已经在高档 它已经在高档 当你进去的时候 会不会变成跟阻力做换手 所以今年游戏软体股 似乎有提前发动的一个味道 那你要操作 OK啦 不是不可以 只是你要小心 因为几乎都是没业绩的 那为什么游戏软体股 业绩会变得那么差 你知道至少35年前 游戏软体股是很赚钱的 每家公司像网融 志冠 甚至于星象 都能够赚超过一个资本额 那现在几乎赚钱都很难 原在哪里 原在于手游的游戏已经 怎么样 崛起了 已经崛起了 平板电脑跟智慧型手机出来之后 很多桌上型的电脑游戏 人是不要玩了 都变成在滑平板电脑 所以无形之间那种桌上型的游乐 游戏软体 反而那种市场越来越缩小 那台湾本身来讲 在手的这一块比较弱 所以业绩最近这两三年 退得相当严重 这个部分你要特别注意 那撇开游戏软体股不谈 今天盘面上最强的股票 哪里 华雅科 还是华雅科 上个礼拜五28万张 今天成交量也逼近了18万张 今天华雅科又开高 其实今天华雅科开高是正常的啦 今天华雅科开高是正常的啦 今天华雅科开高是正常的 因为在上礼拜五的时候 28万张成交量 尤其在最后买一半的时候 上礼拜五最后一盘 五万七千张 谁买的 一定是外资买的 散户不可能在 最后一盘零收盘前 还大量去买股票 不可能嘛 那既然外资在上礼拜五 最后一盘去敲了五万七千张 那代表怎么样 代表外资的成本就在那里 就在四十五块二 因为他在四十五块二的地方 敲了五万七千多张 那既然外资成本在四十五块二 那今天开高盘就是正常了 今天一开高盘之后 华雅科你有注意看的话 那种两千张三千张四千张的买单 很多 很多 所以把华雅科今天又推上来 收盘的时候推到最高点 是七点二 你看当时 我们在华雅科 要开放融资券的时候 特别跟大家谈到 五月二十一号上散礼拜三 在华雅科要开放融资券之前 特别跟大家提醒到 等开放融资券之后 华雅科一定会飙 所以连时间连价格 我都提供给你 鼓励你赶快下去买 这是最后的机会 你看说着说着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买 我不知道你有买吗 应该很多人有买 因为看我们节目 我每天都在讲华雅科 如果说我每天讲每天讲 你都无动于衷 真的我会怀疑 你进来股票市场是为了什么 就看看了 看没关系 可是一千五百家 你很难找到真正强势的标的 我们都已经帮你点出来了 每天都这么强 如果你还是看的话 那代表你不够积极 代表你赚钱的企图性不够 进到股票市场 赚钱的企图性不够 就贪不钱了 对不对 你看我们从讲完之后 到礼拜五涨停 已经33%了 就光是 不用说太低哦 就光是5月21号 开放融资券前买的 34块34块半的 到今天 到今天 都已经37%了 都已经37%了 到几天才几天而已 一个多礼拜时间而已啊 一个多礼拜时间而已啊 一个多礼拜时间呢 就已经37%了 37% 100万 就37万了 很可观啊 我相信这一波 你有跟上脚步的 你就知道那个滋味是多甜蜜 多开心 华雅科 还会涨到哪里 还会去那里 有时候我经常讲 股票不用多 真的去的探钱的 一两支有够了嘛 对不对 何必要让自己 买了一大堆股票 然后够到乱七八糟 够到够不来 当行情如果出现 严重变化的时候 急速下沙的时候 你手中股票多的人 你来不及卖啊 可是一档两档 那个处理起来就很快 你看华雅科当时 一开始的时候 我在二四块钱的时候 跌了两四块 我就跟大家预告 以它的获利跟股价相对比 民国八十五年的时候 九十六年的时候 赚零点二八股价都来四四块半了 今年最起码五块钱起跳 所以二话不说 你不用去看什么压力支撑 你就直接这个点一定会过嘛 当时讲的时候 很多人不相信 然后可能华雅科 林和彦六百亿股本 六百亿股本二十几块 你说直接到四十五 怎么可能 我不是来了 对 你不相信 现在不是要点头了 是不是来了 还超越了 我们上个礼拜 华雅科还没充的时候 我还免费开放给你 让你免费来索取 华雅科的第一手消息 对 今年最火热的华雅科 今年最火热的华雅科 我相信你有来索取的 当时华雅科 还不到四十块 现在几块也 我就说 股价必定同步破历史 新高四十块为第一目标 第一目标到了 那现在第二目标呢 现在第二目标在哪里 第二目标在哪里 我先卖个关子 因为我不能讲 我很想讲 可是我不能讲 我如果现在就讲的话 不用两天 金管会单子就下来了 是 罚单就下来了 我只能这样告诉你 华雅科第二目标 会让你吓一跳 好 华雅科第二目标 会让你吓一跳 你有华雅科的 我希望你一定要跟上连生业脚步 我跟大家讲过 像华雅科中股票 股本六百多亿 股本六百多亿 你不是死报活报 你除了波段赚它以外 连差价你要一起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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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股票六百多亿 你要买多少张都可以 几百张几千张 或者你资金够最厚的 你要买几万张也可以 但能够买到几万张 公司拍是比较可能 你像威刚就买了一万多张 对不对 威刚就买了一万多张 赚了不少钱 你如果说是其他那种小型股 买个五十张一百张 担心到时候会卖不掉 对不对 所以那种股票那种小型股 最近很多小型股在标 我知道 可是那种小型股 你也不敢买多 那不敢买多 你就赚不了大钱 是不是 比如说华雅科 你能够买一百张 那其他股票 用小型股 你只能买个三张五张 就算他会标 你也不可能赚大钱嘛 华雅科 大资金部位的 大资金部位的 你可以利用华雅科赚大钱 那小资金的 你也可以利用华雅科来办倍数 对 你看这段期间 我们波段 二十块半买的 加上差价 第一次三十买三十三卖十趴 压回三一再买三六再卖十六趴 压下来 三十四再买 对 你把波段 加差价 第一次差价十六 第二次 第一次十第二次十六 第三次 三十四上来 到礼拜五 就三十三趴了 到今天 三十七趴 那今天波段已经不止了 今天波段是九十二趴了 那波段九十二趴 对 波段九十二趴 波段九十二趴 加差价 十八十六趴 三十七趴 那波段九十六趴 有没有翻倍 一个半月下来 有没有翻倍 有 对小资金有没有翻倍 嗯 很清楚了嘛 很清楚了嘛 所以我经常说 高票要多 单股周周发 尤其是你资金部位不大的 单股周周发 我们股票一支一支 慢慢走 好 让你帮你精挑细选 好股票 一档一档 我们来做 对 现在单股周周发的会员 也是 华雅科 光是华雅科 已经三十七趴了 好 已经三十七趴了 等一下 广告时间 打蛋进来 报名 礼拜六 台中 跟桃园的讲座 好 更多个股分析 我们要先休息一下 稍后再回到时间密码 每个球员的内在 都有个坚毅的灵魂 每次冲撞 都令他更坚强 金刚铸造 淬炼锋芒 极烈progly 五感刮胡刀 足球冲锋包 限量体验价99元 未来就在我们眼前 孩子就是我们的未来 在登上世界舞台的路途中 我们开启了孩子的国际视野 丰沛的知识 关怀助人的本质 孩子的未来 存在百分之百的梦想能量 带着希望种子向前分享 从吉德堡出发 做世界的主人 中华豆腐通过GMP认证 为您的健康层层把关 做出一块好豆腐 安心 简单 吃出好健康 嗯 中华豆腐就是好吃 宝宝肌肤需要新鲜空气 邦宝氏特级绵柔 带来五星肌肤呵护 一千万个套气唯恐 让新鲜空气进来 并排走湿气 让小屁屁感爽舒适 邦宝氏特级绵柔 真名利LED灯泡 符合国家标准 PF值达90以上 监视给你最好的品质 真名利LED高亮度系列 新品节能上市 真名利让你的生活更亮丽 誓资实意特效打造 地表最强舞者强势回归 甄子丹任达华王宝强 穿越时空正义生 6月6日急送行者 吉隆坡建案保证回租62% 大马拉都带你掌握房地产投资机会 请播0800-888-945 0800-888-945 欢迎回来时间密码 我们刚刚看到的花河 最近真的是股价不用翻天 大家很好奇 那接下来的进场点到底在哪里呢 何英格这个部分要怎么来观察 好的 华雅科之前我们讲过了 我就不相信 外资不进来买 华雅科被纳入MSCI成分股 结果法人圈竟然一路卖 你看礼拜五 礼拜五 华雅科成交量28万张 这28万张里面 尤其是在最后一盘的时候 最后一盘成交了57909张 而且原本25分的时候是44.35 到最后一盘的时候突然跳到45.2 一跳跳了大概1块钱 57000张 FCI生效前 外资被迫最高买性 这个叫做钱自付 明明就很赚钱的公司 结果外资从4月24号开始 32块钱 我今天特别统计了一下 32块钱一路卖 卖到5月29号 42.3 总共卖了17万9千张 将近卖掉18万张 他为什么要这样卖 因为他想把它打下来 就打不下来到最后没办法 开始去追高了 所以一追高之后 华雅科45块钱 变成他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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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变成他的成本之后 华雅科更不容易下来了 因为外资成本垫高了嘛 对 垫高之后他更要去守他的成本 所以日股票 你要让他下来 其实不容易啦 你看美光来说好了 美光是华雅科的大股东 美光公司派内部 已经把目标价 从30美元拉高到35美元 那从30拉高到35 如果美光来35 那本益比将近14倍 将近14倍 华雅科有没有机会 去追美光的本益比 你想喔 华雅科今年如果 一股赚7块钱的话 14倍 本益比会到多少 打算进来报名 礼拜六 台中跟陶军讲座 今天开始接受一位报名 好 今天先一秒 感谢你收看 我们今天同一期人再会了 拜拜